你好, ケーシー 你好, 你好 謝謝你邀請我來這個 讀書館廳的地方 怎麼樣?喜歡嗎? 這裡很棒, 今天天氣又很棒 但其實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環保和再造料 請你告訴我什麼意思 你說環保的時候 就像是一種態度, 情緒 如果再造料, 比較像材料 物料性 沒錯 如果看你自己的創意夠不夠 你的創意當然夠 就算不是鼓, 椅子也可以當鼓打 因為你有創意 我做作品時有一個詞語叫做製作 垃圾始終會去到垃圾填區 不過我覺得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不要讓它這麼快去到填區 對, 譬如我做一些雕塑、動物 都是在垃圾堆的地方找物料 這是一個系列的作品 其實叫做 《Memory of the Forest》 就是森林的記憶 其實暗示了森林已經沒有了 我們只可以憑我們的記憶 去想起森林的曾經存在 所以你看到我做了的綠頭 還有一些不同的動物 有些是猩猩、兔子 那個呢? 那個是大灰虹 你可以放進去 然後在大灰虹的嘴裡 看見自己的樣子 一隻手可以伸出, 從洞裡伸出來 其實好像讓你去到動物的身上 從牠們的眼睛看回我們人類 我們人類是如何摧毀這個世界的 我們經常很自私 他們取得他們的資源 取消資源, 取消資源 破壞牠們的土地 為什麼我做這些環保的事 其實是源自我的環境 因為我天天回來這裡 在下面有一個大垃圾池 我經常看到像你現在坐這張椅子一樣 這張椅子也是我做的 其實是用卡板做的 就是下面的搬貨卡板 我看到那些木… 還這麼漂亮 寫著什麼…歐洲的 像歐洲的那種嗎? 對, 我想想 這個…是不是… 幻想在歐洲不知哪裡有森林呢? 本來是那個樹 待會就變成四方形狹 是 然後待會就拿到前台 其實很浪費 我其實是為了自己做的 不是說什麼挽救地球 我覺得太大了 那個負責太大了 只不過是… 反正也有些物料在這裡 那就不用傢俬了 又需要傢俬 是不是朋友來到都可以坐下 這次你叫我吧 住在內心 residency 電視射中prints